大家好,我是郭俊宜 先祝各位2014年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要煮的是咖哩飯 好了,我們將馬鈴薯燒好之後 有些地方可能會發芽 這個地方用刀子把它做挖除 這個地方也可以把它挖掉 那紅蘿蔔的表面只是把它削皮 洋蔥也是把它外面的磨,把它去掉 有沒有看到已經先切出好多的裂痕了 接下來要這樣子直著就切它 好了,我們將馬鈴薯用滾刀塊的方式把它切完 還有一個蘿蔔丁跟洋蔥丁都把它切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肉的這個紋路呢 這是直條狀的,所以我們會先切直條狀 再切斷,把它的筋切斷了 好的,所有的材料都已經切完了 那我們待會兒先把這個馬鈴薯跟紅蘿蔔會下手線去煮 這樣比較快 那各位看到這個肉的表面呢,比較油亮的關係 我切小塊之後呢,有先拿鋒利的刀子跟叉子把它刺小洞 然後又加了一個沙拉油,幫它保濕一下 這樣子帶著肉煮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容易乾燥 水已經滾了,我們就先把紅蘿蔔放下去 水滾了 然後你再用這個Timer定時器 給它設定大約10分鐘的時間 我其實是給它留這邊一個小通氣口 然後蓋子向下斜著 這樣的話呢,如果馬鈴薯水沸騰之後呢 它的泡泡泡的鍋蓋會自動消泡 Timer已經想起來了 10分鐘菜應該也熟了 我們叉子可以插進這個馬鈴薯的中央 就表示它已經熟了 馬鈴薯熟,那代表紅蘿蔔的大小一定也是熟了 油大概10c.c.然後大約洋蔥下去先炒 炒完之後再放肉 金黃色洋蔥也開始縮水了 我們接下來把肉放進去 我們將肉的表皮呢,就稍微把它煎熟一下 記得要不斷翻炒避免燒焦 我們不用煎到全熟,因為待會還是要燉煮一下 煎太老的話,肉質會變得比較硬一些喔 好了,我剛剛煮馬鈴薯的水並沒有丟掉了吧 馬鈴薯、紅蘿蔔撈進來之後呢,倒水 然後醃過食材 切碎好的3塊的咖哩塊,把它丟進去喔 然後就先把它開始轉 先大火之後呢,再轉小火慢慢的燉煮 炒進鍋20分鐘之後呢,我們打開看看喔 哇,就這樣就已經煮好了喔 煮好了,煮好了 煮好了吧! 煮好了ён玩 煮好了你們 煮好 煮好了 煮好了 煮一米 煮好了 煮好了 煮裝